政治力不要干預司法 未審先判或者是政治操作 用政治力来影响司法的意图 今天的专案报告 题目到底是要讲什么 主席想请教 我怕我发言了 你可以留下来听一下 欢迎无委员专业无委员 什么都不懂的委员 来留下来听一下 要离开啊 一边说不要介入各安 一边在讲什么基隆市政府的案子 当场一直打脸自己 我看都很想吐 为什么题目看不懂 还可以一直在这边骂别人 不知道这一题目什么 是自己要检讨啊 对不对 自己的知识内涵 专业不足 然后在那边一直说 人家排的案子不好 所以我就想请问这个主席 要没有提供呕吐在 我们的焦伟好像请志强委员代理 那蛮可惜 我今天其实想跟赵伟做一些意见的交换 今天我想对于本届司法委员会的很多会议 也到了会期末 我要表达一些我的观察 也就是作为立法委员都要自制 更何况我们是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政治力都不应当介入个案 不应当影响司法 政治力不要干预司法 那可能从今天上午 司法法治委员会的巡答 我们看得出来 那都针对某些个案 来进行很多 未审先判 或者是政治操作 又或者带有要用政治力 来影响司法的意图 这个会期以来 这不是第一次 我们看到在野党的委员 不论是从杨文柯案 高宏安案 到现在今天郑文灿案 都不断地利用立法委员的巡答的时间 来进行很多影响跟干预司法的作为 我认为深表遗憾 那第二个 今天专案报告 我大概当立委九年了 我第一次质询 我不晓得要请谁上台 我也不打算请任何一个部门上台 因为我认为赵伟排的这个案子 就像我们国会扩权法案的反质询一样 定义不清 今天的专案报告 题目到底是要讲什么 没有人可以搞清楚 没有人可以清楚地知道 赵伟排案真切的目的 但是若以刚刚林思敏书记长 所垂询的事项 我恍然大悟 又是针对某一个地方政府的个案 也就是基隆市府东岸广场的个案 想要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 专案报告题目 意义定义不明 假探讨之时 行假探讨之明来行护航之时 是这样吗 我不乐见也不希望 好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表述我的立场 我也不会请任何一个官员上台 我希望未来的赵伟排案 主题要明确 议题要清晰 但是我还是努力地做一个专业立委 应该有的准备 谢谢志强委员多给我的时间 谢谢辛苦了 谢谢吴思耀委员 因为吴思耀委员对于今天的主题有意见 我可能还是要说明一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盘点公司部门合作云运模式 法治争议之探究与改善 我看刚刚前面很多的委员 都针对今天的主题寻答 都没有问题 官员也很认真的上来寻答 所以今天要做一个说明 登记委员寻答完毕 现在有陈玉珍委员再请求寻答 在场如无异议 接着请陈玉珍委员进行寻答 时间五分钟 主席想请教 我怕我发言了 你可以留下来听一下 欢迎吴委员专业的委员 什么都不懂的委员来留下来听一下 连公司协力都听不懂 还是说明一下 不知道什么叫公司协力留下来听一下 谢谢吴思瑶委员的尊重 因为本来按照意思规则 基本上在场委员没有意义的话 事实上委员可以增加寻答 所以说那刚刚他没有意义 那在场没有有意义的委员 所以就请陈玉珍委员来进行寻答 主席我们这里会不会提供呕吐袋 司法委员会 不是刚刚有人一边讲很恶心的东西 一边说不要介入个案一边在讲什么基隆市政府的案子 当场一直打脸自己我看都很想吐 那我想请这个 我们财政部司长 处餐司有来嘛 那法务部 因为我刚刚看到法务部的这个内容 司长你好 上回在财政部有跟您请教过 这个今天的主题是公司协力 就是说公司协力有什么样的合作营运的法制模式 那因为我们的委员有一些都不了解自己的职权 他说看不懂这个题目 所以我想说在这里跟您切磋一下 也让这个吴司长委员知道立法委员的职权是什么 那为什么题目看不懂还可以一直在这边骂别人 那这个我们知道像公司协力头 我刚刚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内政部有写 内政部的报告里头写出有几种模式 什么BOTR ROTR 但是我发现公司协力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就是很重要一点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做法 叫做PPP嘛 Public Private and Partnerships 对不对 我看里面都没有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财政部出生 在这个推广的方面比较没有 报告委员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这是公司协力对吧 也是这个公司这个部门合作营运的这种相关的 这个不同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模式嘛 是的 是在111年修法的时候 我们新增了9支1条啊 那增进了这个叫做政府有偿取得公共服务 那主要的概念是除了刚刚讲的BOT BTO OT等等呢 我们认为说在公司协力里面啊 如果政府可以付费来取得服务的话 这也不失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 就我让你充分讲是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立法 委员其实不只立法委员 包括很多你看部门里头的报告里头也没有写到这一点 可见我觉得你们的宣导是不够的 然后立法委员连看题目也看不懂说 不知道今天是要讨论什么 这个就要讨论法制嘛 是不是比如说BOT啊 ROT啊 PPP啊这些各的 或是OT啊这种的这个法制的这种形式上 到底在对我们这个政府在奖励这个民间引进这个出参方面相关的这个的这种投资 帮助这个除了政府力量外 让民间的力量引进来有什么好的方法 或者中间有什么缺失 如果可以在法制面做改善的话 那民间投资的意愿会比较强嘛 对吧 你说对吧 是的 对嘛 没错嘛 所以这个题目是定得很好 事实上也是很有深度的 只是我很遗憾是看到说 第一个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懂有一些新的这种营运模式嘛 刚我看到报告里头就写的不详尽 那第二我就看到我们的这个相关即便是我们立法委员 一边在说他不知道今天题目是什么 不知道今天题目是什么是自己要检讨啊 对不对自己的知识内涵专业不足 然后在那边一直说人家排的案子不好 我说我就想请问这个主席有没有提供呕吐在 为什么 然后一边说不要介入什么个案 一边说不要介入个案 一边自己狂讲个案 我想请法务部次长您站上来讲一下 今天部长没来喔 来 次长 委员好 对嘛 那刚我又听到委员一直在讲说 这个有人排这个就是故意就用个案什么政治力介入 你们法务部会接受政治力介入吗 当然不可以 当然不会对不对 所以这个委员这样讲事上是对你们的没有信心 或者是他一向认为那个法务部都会介入政治个案 就是只要委员这样执行你们就会去介入 有这种事吗 委员的做法我们当然都尊重 但法务部的立场是绝对不遵 绝对不会嘛 可是刚刚那个我们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党房干部公开说你们会受到政治力影响啊 会吗 这是委员的执行内容 所以他执行内容啦 对他自己思想错误一定要把东西压在别人身上 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嘛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评论嘛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评论 没办法评论嘛对嘛因为你也不能赞同嘛是不是 所以这个自己思想不正确然后一直讲个案就说别人一直讲个案 自己心里想说是不是他们有什么行政力量可以揭露 因为心里有这种想法才会觉得别人在问这些问题就想要揭露 明明我们的法务部就这么的刚正不合 根本就不会接受政治力揭露对不对 本来就不应该这个 你说什么 本来我们讲要办案就不应该接受这个政治力量 对啊然后你们本来也就不会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质询关心 国会议员关心社会上所矚目的案件 不管是涉滩的啊或者这一阵子很重大这个台南市的这个枪击案件啊造成国人全面性的恐慌啊 这个当然你们是不是应该加强的去查办嘛对不对 对不对像枪击这个案子很重大嘛加强查办对不对 本来我们就应该嘛对 然后我们如果这样去问的难道就是揭露个案吗 我们说你们赶快加强查办哇国人都好恐慌 我好多家人住在台南事实上都觉得很恐怖 是不是应该加强查办 这个个案发生本来讲要官天职是嘛那我们去质询你这样算不算揭露个案 因为已经没有实体的内容了不算 对嘛我们就说你们就是什么案子什么案子什么案子应该是 要去厘清赶快查清楚这个是国会议员的职责嘛 有的国会议员不懂的职责不专业 什么ROTBOTY还有PPP什么都不懂 公司协力也不懂就上来批评别人 我觉得以后建议啦这个司法委员这边准备那个 嘔吐袋了 好谢谢谢谢 谢谢主席 好谢谢陈宇正委员好 虽然这个吴宗宪招委他不在 因为刚刚有这个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的委员 对今天的主题有意见所以我可能还是要代替他稍微说明一下 那今天的主题是盘点公司部门合作营运模式法治争议之探究与改善 那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今天所有在前面 职询的委员们那针对这个主题其实都有进行官员的寻答 很显然这几个中文字没有人看不懂啦 那至于说能不能论及个案 刚刚我们次长也有特别回答 就是说这是立法委员的职权 那相信相关的部门也不会因为立法委员的质询受到影响 那通案是个案的累积 所以任何涉及所谓的公司部门的法治争议的部分 那当然不可能不触及个案嘛 所以这有可能是还是要帮吴宗憲委员来说明一下 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薄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